4月23日 即去年合拍电影《生日快乐》之后 奶茶流银和古田乐这对最佳的一幕情侣再度合作 参与了由张爱佳指导的《一个好爸爸》 顺利由情侣晋升到伏击档 不是我们四个人的视线一起好了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好了 OK 好 中间 好了 右边 从每一次看到奶茶都觉得又年轻了半岁的感觉 奶茶表示上次拍摄《生日快乐》时 古仔会经常过来讨教女生的想法 而现在拍这部比较男生的戏 也让自己更加的了解了男人和古田乐 奶茶说即使是拍传戏时 两人也不会多想 只是想要把一场戏做好而已 生日快乐我们拍戏的时候 刚刚开始认识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女生的戏 所以很多时候 他就会来问我说 那女生是怎么想的啊什么的 那这一次就是《一个好爸爸》 是比较男生的戏 所以我反而在这部戏里面就 更了解男人也更了解古田乐 所以我相信演员跟演员之间 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沟通 一定会有的 就是对彼此的信任 所以你刚刚说那些床戏 其实就是你做任何东西 你不会觉得他在吃我豆腐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 其实就是要把那场戏把它做好 在电影中奶茶和古仔是先孕后婚 被媒体问及若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状况会怎么办时 古仔大方的承认自己会非常开心 对不对 万一碰到这种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你说那个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玩开心的 玩开心的 真的是老天爷的礼物送给你 对不对 快一点把这个工作减小一点 赶快 对 你又没想到